校园安全亮红灯 台南有学生在校园遇到了怪人 不但会跟踪还会偷拍照 吓得同学po网 要大家小心跟踪狂 学生说跟朋友晚上走在校园 遇到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子 跟踪时跨得不算远 还会盯着你看 从图书馆跟到校外快一公里 千万不要晚上一个人走 学生吓得没拍照 画下图像 说跟踪怪人 短发戴眼镜黑口罩 蓝色运动装跟黑白拖鞋 可怕的是他会换装 而且晚上出没 就吃完饭 然后就跟着我到买饮料的地方 饮料店老板刚好是认识的 所以我在那边特别待了一会 吃饭的时候 有看到他也在跟踪他 也是跟踪蛮远 后来才走掉 跟踪到了校外好几公里 就觉得很惨 后文一出引发学生讨论 有人说就遇过一个 穿黑羽绒衣的男子 狂搭话行为超怪 也有人说我有遇过他 拿着手机对我拍照 有过可怕 是不是要跟教官说 应该还是会想办法 可能偷录或偷拍对方的长相吧 你要去告知学校 按那个啊 比较不是那个紧急的那个 想说如果真的 赶快来就赶快奔跑过去那边 然后按那个紧急领 不止一个学生遇到跟踪怪难 校方已经亮起警戒红灯 除了要学生遇到被跟踪 就要立刻打给校安中心通报 也要结伴同行 以免落单成了跟踪目标 记得来关张蔡双喜领之会 台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节目 更 range 两个帮战 耳 虻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